醒目一拍呀 咱们继续开书 按说呢 今天咱们应该呀 翻回头来聊聊这个 嘎尔丹的身世 以及他和他的侄子呀 策望阿拉布坦之间的恩怨情仇了 可是我想了想啊 咱要是这么聊的话呀 就真成了 咱们从后往前一点一点的推着说了 之所以咱们一开书呢 就给您讲这个乌尔会和 以及乌兰布统治战 那是为了让您呢 能更早的进入状态 早点从那个杨乃武小白菜的悲情故事当中走出来 所以说呢 咱们现在得调整一下了 这正着呀 捋着这个故事了 因为咱们接下来有说的这段书啊 是一条完整的故事线 所以说呢 咱们也没办法什么倒序插序了 那说了半天呢 今天咱们到底要聊点什么呢 咱们今天呢 简单的聊一聊这准杆韩国的建国史 您想想这一国的建国史啊 都落到咱们书馆来讲了 所以咱们就讲不了复杂的 为什么呀 这说书啊 有几大忌讳 其中最忌讳的 就是这段书里边出现的人名太多 并且呀 出现的这些人名字呀 都不好记 咱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前段书 咱们聊的那个 杨乃乌鱼小白刺案 到了后文书啊 这浙江一省 以及呀 这个经里边的刑部啊 督察院呢 包括这个部军统领衙门呢 在很短的一段书里啊 出现官员的名字 以及官职 就不下几十位 那哪个说书讲故事的人呢 也不愿意在自己的故事当中 出现这么些名字 哎 一会儿啊 这听书就乱了 所以说包括我在内 很多讲述这段故事的人呢 都把这个最后一段 这杨乃乌小白刺 逐级会审啊 省略掉 是能简单就简单 为的就是怕您的 把这些人名都搞乱了 还有呢 有好朋友跟我说呀 可以聊一聊啊 这个福尔摩斯探全集 可是那里边的人名 虽然设计的不是很多 但是全是洋人 外国人 那名字都利利落落的 您更有可能 俺不对谁是谁 所以说呀 搞不清人物 那怎么能进入到故事当中呢 所以说呢 我觉得能说杨书的人呢 也不多 得嘞 这废话就不少 咱们呀 继续说着准干儿 韩国的建国兼实 那么说咱们这段书 有没有什么可听的亮点呢 当然有了 您想啊 自成吉思汗时代以后 草原上啊 有一条不变的法则 什么法则呢 也就是啊 除了黄金家族 博尔之金氏之外 不能做大汗 这随着这个成吉思汗呢 在草原上一步一步的壮大 逐渐的吞并了 以及同化了草原上的各个部落 这样才形成了一个民族叫蒙古 实际上蒙古这个词啊 它并不老 您看咱们汉代唐代的史书中 哪有这么个词 哎 那会儿的不是吐绝 就是匈奴 哎 怎么还出天津口音了 总之啊 他没有这个蒙古这么一个词 那这魏拉特部呢 就是那会儿加入到蒙古族 这么一大家庭当中去的 这个魏拉特部啊 最早他们生活在哪呢 最早啊 他们生活在这个叶尼赛河流域 叶尼赛河在哪啊 那可往北远了去了 贝加尔湖啊 还得往西北呢 哎 进北极圈快了 哎 那么这个魏拉特您要听着呀 有点耳声 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这魏拉特呀 就是准干尔韩国的主体民族 当然了 他是这个蒙古族的一个分支 他也是蒙古族 在这魏拉特下边啊 还分四步 这咱不着急 咱一会儿啊 给您再细交代 那么说这魏拉特 他为什么横呢 哎 那原因就是啊 这魏拉特呀 他不单单是游牧民族 那么简单 他呀 还狩猎 在林中狩猎 所以这魏拉特呀 从这个瓦剌语翻译成汉语啊 他有这个林牧中百姓的意思 他们的生活属性啊 大概就像后来的这个女真人 既游牧也渔猎 那就取决于自己的生活环境了 那么桌史料当中 对这个魏拉特有记载吗 有我们这个汉文史料啊 对他早就有记载 不过不称呼他为魏拉特 我们都称呼他呀 为这个沃驰喇 或者是呢 这个沃驰喇替部 这沃驰喇部啊 这生活在这个 叶塞尼亚河的边上 然后呢 这个首领叫做突和别起 称秦斯汗的长子木赤 奉了这个大汗的命令啊 就跑到这个地方啊 见到了乌和别起 说服了乌和别起就投靠了铁木针 这魏拉特部啊 一加入这 成吉思汗的阵营之后啊 显出实力来了 那步众多呀 步罗大 可是按照这个草原法典规定啊 他既不能称寒呢 也不能封王 所以啊 给他一个特别的 这么一个官衔称号 叫做太师 这成吉思汗呢 还很看重这个乌和别起的势力 于是啊 这俩人呢 还成了庆家 走了殷亲 那么说这蒙古人的太师 和他的汉族官员当中 那个太师是一个意思吗 咱们汉族人熟知的这个太师啊 实际上从西州的时候 就有这么个官职 哎 就分为这个太师 太父和太保 这三种官职啊 并列为三公 其实呢 没有什么实权 那最起码啊 这个太师太夫太保 这三个官衔啊 他没有什么实权 那您当然了 要是还有其他别的 这个实权官职单说 但是呢 这三公呢 在那会儿啊 是官场里边的最高荣誉称号 通常啊 都是给那些德高望重的大臣的家衔 那蒙古这个太师啊 可就不一样了 最初可能啊 也是荣誉称号 可是到了最后啊 这太师 可就真有实权了 那别的不说呀 就是那个最后吧 明英宗俘虏了 那个太师野仙 那就是个好立正 为什么咱们提野仙呢 因为这个野仙呢 他本身就是魏拉特 之后的书里 咱们还会讲 在这个蒙元以后 这个太师 在蒙古的这个官场上的地位呀 是我们汉人不能想象的 因为呀 他基本上是基于这个丞相 以及这个军队最高总指挥于一身的这么一个官衔 自大汉以下再也没有比他权力大再尊贵的人了 那再往后呢 就更了不得了 很多这个大汉呢 都是太师立的 所以这太师啊 名义上是臣 实际上呢 和太上皇也差不多 从背后顿线呢 操控前面这个傀儡大汉 可是咱说了半天呢 咱们还得回到咱们要讲的这个魏拉特 准干尔韩国史 刚才说了呀 这个蒙古历史上啊 有很多位大汉都被这个太师啊 邪天子以令了诸侯了 可是啊 到最后真正能成功的就只有一个 是谁呢 一会咱们再说 他为什么说这些太师的不乐意当大汉呢 其实哪他们不乐意呀 他们就惧怕那条法典 就是啊 非黄金家族者不能称韩的这条法典 那咱们要说这个蒙古的官职呢 咱就把它说完 咱也没几句了 其实啊 除了太师以外呀 这蒙古族的官职当中啊 还有这么个职位 也可以叫爵位吧 也是来源于这个汉语 什么呢 叫太极 那写出来呀 叫台极 我是尽量呢 给您按的 他原始发音给您读 这个太极啊 他来源于这个汉语当中的太子 实际上啊 最初了解这个词的蒙古人呢 他们并不知道 汉族的太子啊 实际上呢 是这个皇儿子的意思 是皇上接班人的意思 他们只知道啊 这个太子呢 是国家的第二把手 是国家的第二把手 次尊贵的人 所以说呢 在蒙古族官职当中啊 他们把这个词给了谁呢 大概于相当于父王爷这么个人 最初这个太极啊 他也是黄金家族 没有别人干的份 可是后来呢 随着这个黄金家族的这个日益示威 那这个太极和魂太极呢 也就成了一个普遍的爵位了 那么这个魂太极是什么爵位呢 是比那个太极再次一级的王爷 那非要是按照我们这个正常的理解 往上攀扯的话呀 那么这个太极呢 那无非就是亲王 这魂太极呢 无非是郡王 咱们开书的时候就介绍过 这个蒙满和这个突厥语系呀 很多都是互通的 这一点呀 也体现在太极这个词上 实际上我们了解最多 最熟悉的一个太极是谁呢 那并不是一个蒙古人 是个满人 黄太极嘛 这黄太极也实际上 就是这个魂太极的不同的意音 在不同的史料当中啊 也有把黄太极 译为这个魂太极和黄太极的 实际上这和他最初 执意为太子的意思 已经相差很远了 当然了 最初啊 这承其思汗 也给自己的兄弟子侄们呢 封过王 不过呢 后来就很少疯了 这蒙古的官员呢 还有什么这个 济农 宰丧 诺言 等等等等 以后啊 咱们接触到哪个官职 在戏聊 也不迟 这承其思汗以后啊 这所谓的黄金家族 能看出来啊 对这个权利都有无限的欲望 继位的是谁啊 承其思汗的儿子 窝库台 这就是史书上所载的元太宗 太宗以后啊 是定宗 他定宗以后呢 不知道这弯是怎么拐的 没往下拐 就拐到了呀 承其思汗的小儿子 脱雷一脉上 脱雷的长子啊 蒙哥继位了 就是元宪宗 那完了事以后 应该是儿子继位吧 没有 下边继位的就是元氏族 忽必烈 是这个宪宗的弟弟 您看了吗 继位不顺 您就能联想到啊 这每个韩位 全部是好来的 那必然都得是啊 都光相见 一片兴奉邪雨 到了忽必烈这儿啊 成就就高了 统一了中原部帅呀 还建立了大原帝国 成了这个蒙古本部 以及中原副帝的大皇帝 可说呢 这葫芦啊 他五百年之运 哎 这个没过一百年 这让邪靶子脸的朱元璋啊 把这群蒙古人 又轰回到这个草原上了 实际上这会儿呢 哎 这个蒙古啊 他还不像后来 分成了三部 漠南漠北漠西 这会儿就两部 东蒙古和西蒙古 这西蒙古就是魏拉特部 这东蒙古呢 就是被这个明朝人 轰到草原上的北原政权 那有人呢 就追溯这个魏拉特部的族员 有人说呀 这魏拉特部的祖先呢 是突厥人 也有人说是蒙古人 还要说呀 都不是 他们来自于大漠里边的一个古老部族 叫做乌黑鲁塔格 持这三种学术观点的代言人呢 那就是这个汉族学者 蒙古学者 还有呢 就是恶国学者 至于谁的观点正确呢 让他们撕起 哎 跟咱没什么关系 咱知道就行了 那实际上呢 除这两个蒙古之外 还有一只 叫做这个乌梁哈布 他们呀 在中国的这个东北 黑龙江以内以外的地区生活 实际上呢 和这个女真人呢 就已经杂菊打成泥片了 那会儿的女真人呢 又是明朝的藩属 所以说呢 他们和明朝的关系 就非常的近 咱们先说这东蒙古 也就是啊 这个北原 现在的这个内蒙外蒙 他们这个政权的前身 就是元朝 所以说呢 这个明朝人呢 就怕他们打回来 重新复古 于是啊 从这个邪靶子脸的 这个朱元璋开始 一直到大胡子的永乐皇帝 一个劲的出兵啊 垮出这个北原政权 这北原打的 也实在是没有还手之力了 咱们得往实里说 那会儿这个明朝明军的战力 那是相当的强 打到最后啊 这北原的一个皇帝啊 叫元义宗 名字叫做脱脱不花 实在是惹不起明朝了 一直往北呀 跑到了贝加尔湖边上 并且愿意向明朝称臣 这才算完事 这明朝呢 一个劲的 对这个东蒙古发生战争 这西蒙古啊 就有了这个喘息发展的机会 这东蒙古的实力越来越弱 西蒙古就开始趁机控制东蒙古 可是无奈啊 你再强 再能控制东蒙古啊 你不是黄金家族 在你的族群不重当中 也是哭不了大汗 所以这会儿啊 西蒙古就出了不少强悍的太师 这会儿的西蒙古啊 在中国的史书上也换了名称了 我想我一说大伙就都知道叫做瓦剌 这东西蒙古啊 开始纷争不休 到了这个明成祖朱棣的时期 他对这个征讨蒙古啊 也开始慢慢的烦了 于是呢 他就利用了东西蒙古不和的这么一个契机 他呀 是永远扶持那个弱方啊 去打那个墙的 这种政治观点呢 就有点像啊 这个很多年以前的欧洲一样 这法国呢 为什么永远能做欧洲的老二呢 他永远是啊 这个联合这个老三老四去打老大 虽然呢 这法国人永远做不了欧洲的老大 但是他欧洲二哥的位置却坐得稳稳的 在这儿呢 倒不存在谁是老大 谁是老二的问题 总之啊 哎 这朱棣啊 穿的这两蒙古一打仗啊 我这中原政权呢 就消停 那你是消停了 这蒙古这边啊 他热闹了 这大汗呢 就跟走马灯似的 在那些年啊 是偿换偿心 没有一个啊 是寿中正寝的 都是玩到半捞捞啊 脑袋玩丢了 最后啊 人家蒙古人也看开了 干脆啊 咱也别这么打下争下去了 哎 人家东西蒙古啊 各出了一个大汗 各选了一个太师 这回啊 哎 实力均衡了 算是消停消停 直到有这么一天 这西蒙古又出了一位太师 这位太师的名字叫做托欢 他姓什么呢 他姓 绰罗斯 哎 咱们这个主角家族啊 算是登场了 哎 怎么着 您觉得这托欢还不够有名是吗 对 在这个汉族史料里啊 可能是不长提 可是他有三个儿子太牛了呀 哎 这个野仙 塞汉王和薄言贴门 怎么着 除了野仙之外呀 那俩名你还不太熟 不太熟没关系 您接着往下听 后文书啊 咱们就会提到了 那这托欢呢 做了太师以后 他就琢磨 哎 我要立啊 我立一位根正苗红的大汗 这会儿啊 这东蒙古有大汗 东蒙古的大汗呢 叫阿代汗 不算根红苗正 跟这个成吉思汗呢 捋起来就有点远了 这托欢呢 干脆就把这个义辅了明朝的元义宗 哎 偷偷请了回来 哎 偷偷不花呀 做了大汗 要说这偷偷不花呀 身份比谁都正宗 他可是这个北原正经的皇位顺位继承人 并且呢 这会儿他就是皇帝 义宗嘛 后来啊 到了西蒙古做了大汗之后啊 把这个年号学学的改了一下 改叫做这个代总汗 实际上啊 翻译成汉语 就是太宗的意思 这会儿的西蒙古啊 不论从这个实力 还是这个明正言顺上 明显就高估了东蒙古 哎 这会儿呢 中原这边啊 这个明成祖朱棣死了 也没人再有闲心呢 去挑唆蒙古这点事了 所以呢 这个西蒙古啊 一军崛起 哎 不到四年的功夫 就把这东蒙古给灭了 终于做到了这个整个蒙古的统一 那谁膨胀了 哎 且轮不到那个大汗 代总汗 脱脱不花呢 因为他怎么说 也算个傀儡皇帝 这谁膨胀了呢 脱欢膨胀了 说有这么一天呢 这脱欢呢 就来自了成吉思汗的灵前 对着这个成吉思汗的灵啊 就说 说你看你铁木真呢 是挺牛的 你看我这脱欢也挺牛的 咱们俩呀 都统一了蒙古 为什么你能做大汗 我就不能做大汗呢 喝了几口酒啊 这劲儿就更上来了 拿起自己的腰刀啊 就戳这个成吉思汗灵的墙皮 他倒没怎么着呢 这首些人吓坏了 首些这些人呢 这个有根深蒂固的 非黄金家族不得称寒的这么一个执念 他们一边拦着呀 就一边求这个脱欢 他们说太师啊 您是我们的首帘 可是啊 这圣主啊 他这个圣主啊 指的就是成吉思汗 说这个成吉思汗呢 可是全天下的君主 您这也不行啊 您得赶紧 跪着老韩王的灵 为钱谢罪 这脱欢一听就急了 说推 我还谢罪呢 我赶紧给我准备 堆起柴火 造好祭坛 我明天就要在这 举火烧天 正式的登上含位 这脱欢刚说到这儿啊 就听见这个 灵前响电 里边哗啦哗啦哗啦 有金属撞击的声音 大伙儿啊 往里寻找一看呢 原来是成吉思汗 曾经遗传下来的一个 金剑筒里边发出的声音 里边的剑呢 和这个金剑筒 创机发出的这种 哗啦哗啦的声音 大伙儿正在愣神的功夫 只听啪的一声 坐在门口 胶椅上的脱欢呢 肩膀头上是正中一剑 再一看呢 这剑筒里边啊 有一只凋零剑 剑上边还有血迹 自此呢 这脱欢也害怕了 也放弃了 做大汗的执念 不过呀 他是放弃了 他有人不放弃 狠人来了 咱们下集就要聊一聊 他的儿子 太师也先 不但异性登上了韩位 还有活捉 明朝皇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席别人 ��宝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